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48年12月13号 中南海迎来了新主任 华北王傅作义 整个华北战局都与中南海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傅作义手握50万重兵 是战是核 举其不定 在百万解放军的汪洋大海中 在中共地下党的重重包围之下 傅作义最终选择和谈 北平方市这一伟大创举在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地下党的遥相呼应中得以实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首在波澜壮阔的平津战役背后 那风云激荡的平津秘密战 追忆隐蔽战线上兵不血刃的幕后英雄 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信念坚定 极致勇敢 他们坚守在隐蔽战线 临危不乱 巧妙周旋 他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为一场伟大的战役推波助澜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暗展至风雨平津 自1948年初进入北平后 傅作义的剿匪总部一直被一种春芒痴涵 末日将至的不安困罩着 虽然傅作义住进了慈禧太后当年居住过的居人堂 但是这里毕竟不是世外桃源 东北国民党军的节节败腿 还有城内各界人士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 这一切都让傅作义心神不安 当时的傅作义还不知道 尽管他身居大内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一路一息 却一直被密切关注着 考虑到傅作义是抗日爱国将领 而且与蒋介石一系矛盾重重 中央军委决定采取军事围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 力争和平解放北平 因此平均战事未开 地下党员已如锤鱼般 随风闲入印 热物戏无声 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北平地下党的领导是刘仁 他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 在他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经营 到1948年 北平建立了严密有序的地下工作系统 拥有正式共产党员3000人 此外还有我党的外围秘密组织 民主青年同盟和民主青年联盟 会员有5000人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 比如包括学生工作委员会 工人工作委员会 平民工作委员会 铁路工作委员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 可以说是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力量非常雄厚 傅作义就任华北角总总司令后 留人立即指挥几个地区的情报组织 多头并进密切合作 他们奔走在黎明前的古城 大胆利用各种关系 尤其是通过傅作义的亲信和亲属 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方案 在北平地下党民的积极筹划下 请来刘厚彤等民主人士 劝说傅作义放下武器 通过颜佑文 傅东局 李炳权等共产党员 直接间接的对傅作义 进行政治争取工作 地下党还给国民党军政大小头目 邮寄散发通令传单 告诫他们各安职守 并积极策动他们起立 1948年10月15日 锦州解放 东北战局急转直下 蒋介石命令副作义 实施的远景计划 也因此无疾而终 这个时候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意识报采访部的主人刘世平 突然探听到傅作义 在北平西郊总部 召开了一个非常精密的 小型紧急军事会议 刘世平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 所以他马上以岁远同乡的身份 请骑兵枕边第12旅的中将旅长 二友三喝酒聊天 酒过三巡之后 二友三就向刘世平透露 说东北那边老蒋吃紧 但石家庄这边共产党空虚 蒋介石命令副作义 去石家庄端共产党的老国 刘世平立即与平民日报 采访部主任李炳权取得联系 为了证实二友三的情报 第二天 两人就以记者的身份 分头到西志门火车站和卓州等地 进行了采访 看到大批兵员物资都在忙着装运 失望保定方向 他们抓紧时间搜集情报 弄清副作义偷袭石家中的时间 兵力和具体部署 当晚一份关于 副部偷袭石家庄的绝密电报 发往苍献搏阵 也就是中共华北部城市工作局所在地 随后 当副作义的部队尚未抵达石家庄 新华社就发表了几则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 揭露副部偷袭阴谋的新闻评述 使副作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都处备被动 1948年11月4号 副作义被召集到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受蒋介石之命 何应钦会前与副作义商谈部队南撤事宜 提出只要副作义把部队带过长江 就由他出任东南最高军政长官 当蒋介石在会上再次提出南撤之事时 副作义分析厉害关系 表示坚守华北市全局 退守江南市偏安 这迫使蒋介石放弃了他的南撤计划 事实上副作义的内心十分彷徨 华北成了孤选之地后 副作义在乡里反复权衡 中国的前途何在 个人的前途何在 自己戎马半生打出来的这个江山 出路何在 就在副作义游以彷徨的时候 北平地下党却坚决而有效地受动着 这支看不见的部队正大胆而神圣地围绕着副作义 及其他国民党军政委员进行正真正取工作 大力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1948年初 北平地下雪北系统专门负责军事策返工作的王苏 开始着手争取曾延义去做副作义的工作 曾延义是副作义的同窗好友 结外弟兄 交情深厚 担任过副作义的副军长 曾延义的女儿曾长宁 是中共地下党员 曾延义到北平游说副作义 但是效果不大 曾延义就建议请刘厚彤出山来做副作义的工作 刘厚彤何许人也 刘厚彤他早年参加过侵害革命 是副作义和曾延义的老师 在副作义的人身转折关头 他多次出谋画车 细歌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年副作义遗失随远的时候 还专门在天津给刘厚彤留了一部电台和部分的人员 以便能够随时向刘厚彤讨教 由此可见 刘厚彤在副作义心目中的分量是相当之重 于是王苏又开始做刘厚彤的工作 刘厚彤的女儿刘航生是明清的秘密成员 与曾昌宁又是同学 通过刘航生的引荐 以及曾延义曾昌宁的大力相劝 刘厚彤欣然领利 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 刘厚彤的和平想法越来越坚定 对副作义的劝说也越来越积极 为了工作方便 他从十月份开始就搬来北平 住进了副作义的高级招待所联谊社 与此同时 中共方面也多方配合 为了便于掩护及联系工作 刘厚彤指示 由成功部出资 在北平兴隆街专门成立了一个进风航站 在这儿通过刘厚彤的介绍 北平地下党又认识了副作义的兄长副作人 副作义的迪姓第35军副军长冰宗县 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楚西春 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冯杰臣等一批 可以与副作义说得上话的人 从各种渠道来做副作义的工作 副作义对和谈有种种顾虑 总结起来 可谓是四怕 一怕人们说他是叛逆 第二怕 蒋介石发掘之后杀了他 第三怕部下转不过完奶打死他 第四怕就是怕共产党不能谅解他 刘厚彤就针对他的这个心理 对此一一加以分析 刘厚彤劝副作义 说商汤和武王是夏捷和昼王的臣子 他们逃发了夏捷和昼王 后世没有说他们是叛逆 反而赞颂他们是圣人 何谓忠者忠于人民事业 非忠于一人之谓 刘厚彤啊 通过他的尊尊教导 劝导 对副作义政治心这个形势 放下包袱 走和平道路 应该说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刘厚彤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在北平奔走了八十多天 因为挠勒过度 坐牧师民 被世人称为和平恼人 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信念坚定 机智勇敢 他们坚守在隐蔽战线 民威不乱 巧妙周旋 他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为一场伟大的战役 推波助澜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暗展之风雨平金 11月2日 即副作义到南京 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前两天 奢迪青来到河北沧县的博镇 找到当地颇有些名气的 永茂公司大老板 成功部部长留人 永茂公司就是 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机关 刘仁简洁明快地对设立情说 偷袭石家庄失败 不仅是副作义震惊 也给了他一个沉重打击 现在东北又以全境解放 副作义已不得不开始 慎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出路 中央研究认为 由我党直接出面 去做副作义工作的时机 已经成熟 人选就是副东局 副东局是副作义和他的第一任的夫人张金强的女儿 聪慧宁 深得副作义的喜欢 抗战初期 副东局在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 经常利用节假日到中国驻重庆办事处 或者新华日报社去玩 在那里呢 他接触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那么周恩来对他的思想的成长发展 有着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希望他去多影响 他的父亲 1942年 副东局考进了昆明的西南联大 1945年12月 在王汉斌的介绍下 他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 加入明年之后 副东局更加积极的参加学生运动 有一次副东局参加进步学生的机会 军警赶来驱散学生 在混乱中啊 他就把娇给崴了 一时呢 就蹬在这个地上啊 走不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南青年 飞跑过来 把他扶起来 转进小巷里面 这个南青年 就是越南的硅谷华侨 当时西南联大的西文系的学生 周一芝 后来周一芝就成为 副东局的终身伴 1946年秋 副东局调到了天津大公报工作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皇家花园的华北脚总办事处将副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密转给中共 使副部的军事行动屡屡失败 他还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一天 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通知他 党组织会派人来与他过组织生活 副东局怎么也没有想到 来联系他的竟是热恋中的男朋友周一芝 一对志趣相投的恋人在相知相守中愈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48年11月 副东局和周一芝根据留人的指示 以采访为民 从天津调往北平 这个时候呢 副作义也结束了南京军事会议 回到了北平 副东局一面在生活上照顾父亲 经常给他做些家常菜 一面调节父亲的心理 稳定他的情绪 他细致的掌握了副作义的言谈 情绪和日常的活动等等细节 即使准确的通过周一芝 向平津地下党的学委大学委员会书记 王汉斌和中共北平地下学委 秘书长崔岩利汇报 为平津战役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军委 做出正确决策 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对副作义而言 1948年12月22日是个天崩地塌的日子 这天华北军区第二军团 对被围在西保安的副作义 第三十五军两个师发起了攻击 新保安之战是平坚战役 攻坚战的第一战 攻城部队只用11个小时 就全间副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部队 第三十五军1.9万人 新保安本是北平至张家口公路上的一个城堡 据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 慈禧太后率光绣皇帝逃亡西安之后 在此地平安地过了一夜 就刺风为新保安 第三十五军是副作义的嫡系主力 想不到只几个小时 新保安就完全被攻破 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 败国之军刺风的新保安 也成了副作义埋葬看家之本的故乡之地 两天后 我军再次打下张家口 副作义吸退随远的道路被彻底切断 这就是毛泽东认定的平均战役纪定方针中的 从新县开道 新保安战役之后不久 我党以中共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 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 副作义名列第31位 为什么我们一边在做副作义的工作 一边还要通缉他呢 许多人想不明白 对此毛泽东在1949年1月1号 中央军委发给林彪的一封详细的电报中 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电报这样说 富士反共甚久 我方不能不把他和刘志 白铜喜 延西山 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 我们这样一宣布 负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积的地位 立即加强了 不可借此做文章 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 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但在实际上 则和我们谈好 理应外和 和平地解决北敌 或经过不狠激烈的战斗 解放北敌 但是情急之际的副作义 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认为这是中共设圈套 逼他缴械投降 他撤回和谈人员崔赛之 命令张胜武带一笔钱去兰州 以备万一 秘密包租一架飞机 将参谋长李世杰和秘书长王克俊的家眷送往万州 孤注一掷的副作义召开军事会议 说要把军权交给兵团司令 黄埔第一期毕业的李文 自己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同时下令在天坛和东丹 抢建两个临时机场 在城内强修 环城马路 加减备战 副东局对父亲的举动是看在眼里挤在心上 他基本上是一天一次 有时甚至是一天两次 把他所了解的副作义的言行举止 情绪变化都及时的报告给地下党组织 再有地下党通过秘密电台 报告给成功部和华北局 使得中共方面能够及时的摸清楚副作义的思想动态 从而把握和谈的主动权 因此有时候副作义总部上午发生的事 列荣臻下午就能知道 多年以后 列荣臻在他的回应录里这样说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 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 这还是不多的 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 下达正确决心 进行正确部署 具有重要的作用 掌握了副作义的思想动向 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军事动态 除了身份特殊的副东局 在副作义阵营里还有一位神秘的共产党人 其真实身份即便在中共内部也是高度机密 他就是副作义的亲信 也有门 表面上他是副作义的秘书 国民党少将 其实他是中共因B站线上的战略情报人员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颜佑文的真实身份才得以解密 解密后 不少影视作品都突出了对他的刻画表现 电视剧《北平战雨河》中 贯穿史中的代号为九号的神秘情报人员 正是我党历史上潜伏最深最久的情报人员颜佑文 他为我军决策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战略情报 最初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颜佑文投身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洪奎的部队 后来颜佑文寻机转入禁军副作义部队 颜佑文和副作义是山西万荣的同乡 才华出众 得到老师杜任之和周北锋的引荐后 颜佑文很快就得到了副作义的赏识 做了他的私人秘书 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 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协助副作义部开展政治工作期间秘密发展颜佑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由于事出紧急 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善安排 颜佑文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颜佑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 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 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指派王玉同志与颜佑文恢复联系 此时 颜佑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 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最有力的是 他还是副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 深得副作义的信任 副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他负责记录 副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以及讲稿都由他起草 副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 只有诱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 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 副作义绝不会想到 这位知己竟然是中国共产党安插在他身边的一颗重要棋子 1946年9月 隋东战役的节节胜利让副作义部骄横不可一世 副作义交代颜佑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 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这个任务着实让颜佑文左右为难 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 王玉此时的公开身份是包头一家商店的掌柜 商店的幕后老板是副作义机要室的秘书写起路 当年在寻找颜佑文的过程中 王玉为了拉拢写起路 不是会根据自己这个皮货商的身份大谈生意经 写起路就觉得王玉做生意做得非常好 手段了得 于是就拉扯了二十两黄金 让王玉帮他经营 王玉一看正好 于是就顺势收了下来 还拍着胸补保证 乃年我给你收一番番 给你翻倍 有了这个商店 王玉就拉上了学起路当靠山 手持国民党第十二战局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 大模大样的大摇大摆的 往来与龟随和包头 文章发表之后 在敌我双方都产生了预期的影响 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 说奇文共欣赏 朱德总司令说 请将不如激将 要求静随和静察静两军区向连以上干不炫毒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性 没有春风陷阵 选上几次 这是没有香烟的战场 不见香灵带 依旧显见换身 因为内心深处 重高的信仰 才有生死边缘 无悔牺牲 百战景点系列节目 暗战 硝烟被复叫 为了更好的发挥 闫又文的作用 1947年冬 李克农把王玉调到了中央社会部 由李克农直接负责 闫又文从此 直接归中央社会部领导 知晓这条情报线的只限于闫又文 王玉 罗清长 李克农 及中央首长周恩来和毛泽东 新保安之战后 面对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高压 副作义几近崩溃 他召回和他代表 准备自行解除兵权 飞到南京去 同时让闫又文准备一份 呼吁北平和平解决的声明 闫又文反过来对副作义进行了劝道 在罗清长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 副作义整天愁眉苦眼 饭吃不下 觉睡不着 坐过不安 当我大军压尽 副作义处于无可奈何之时 闫又文又根据党的指示 紧随副作义左右 对副作义展开政治攻势 把中共方面发表的声明送给副作义 逐断边读边讲 针对副作义的思想 一律提出一些劝告 这时的闫又文已是少将军衔 除了继续做副作义的随身秘书外 还兼任脚总办公室副主任 政工处副处长 新闻处处长 副作义部的对外发言人等职 所以华北脚总的任何机密文书 他都能看到 闫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伊兰堂 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给王玉办了平民日报的记者证 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 期间将情报交给王玉 闫又文收集的情报 包括作战部署 如北平城防方案 北平成员作战计划 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 降临概况 副讲矛盾 副制想法及思想斗争等 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 解放军一举攻克了天津 切断了副作与海上的逃跑路线 1月10日 闫又文接到王玉指示 了解副作与的动向 很快 党组织就得知 副作与设计了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 南逃 会抢 第二条道路 往西投靠 马家军 第三条道路 固守北平 继续完抗 但是究竟走哪一条道路 副作与还在犹豫不决之中 于是闫又文就力劝副作与 说我们不是蒋介石的地系 脱告蒋介石绝非上策 如今我们已经丢掉了整个华北 脑蒋怎么能够放过来 往西与马家军会合 也不现实 因为如今整个北平都被共军百万大运包围 向西想去 去不了 所以此路不通 第三条道路更不可行 如果雪占北平 北平的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你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最终 闫又文给副作与指出了第四条道路 跟中国共产党和谈 随着局势变化 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一度突然分荡 解放军的军力准备工作 也开展得如火如火 根据北平守移的情况 留人试试 还要争取更多的部队 能够在战斗一旦打响后单独起立 因此 立下党在都方奔走 争取副作义的同时 也不放弃对其他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 第九十二军调到北平后 布防在城南永定门一线 其防御的正面是萧敬光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 永定门的身后直队前门中南海 又临近南苑机场等重要设施 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 争取第九十二军起义意义重大 关系到能否用最小的代价和最便捷的方式解决北平 第九十二军的李介仁身份特殊 他不仅是管前管务的军需官 还是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侯敬如的外甥 不过连侯敬如也不知道 他的这个外甥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凭着得天独厚的人际关系 他几乎无路不通 经过几次接触交谈 他就对副军长刘如林策判成功 然后开始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敬如 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祥和第二十一师张伯全等人的工作 成功后 由第二十一师参谋长宋全夏作为全权代表 前往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谈判有关起义的具体事宜 新宝安战役之后 三十五军中 唯有驻守北平的第二六二师 他的实力没有受到多少损失 他是为副作义硕果仅存的王牌主力 如果能把副作义的这一主力不对争取过来 对副作义下决心走和平道路 肯定会起非常大的作用 二六二师的师长是丁尊县 我党对丁尊县就进行了策反工作 最终丁尊县表示 总司令若不走和平道路 只要你们与城外联系好 咱这一世单独起义 打起来 先开城门 迎接解放军军臣 至此 北平城内有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 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的重重包围 城内地下党又已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 第三十五军 以及铁甲列车总队的一个大队和两中队 只要总共命令一下李一万和南北夹击 胜利之日可待 地下党的同志还对军统北平站新战长徐宗尧做了工作 他答应保护档案 保护政治犯 并交出敌特潜伏计划和武器器材 徐宗尧一正式接手北平站的工作 就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策 连同库房钥匙一起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王苏 在北平解放后 还协助负责军统人员的登记和枪支弹药的收缴工作 北平解放后 敌特破坏活动较少 就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平均战役前 国民党守军曾两度构筑天津城王攻势 并吹嘘其固若金堂坚不可摧 可是东北野战军对夺取天津 却是势在必得 胸有成竹 因为早在1948年11月 华北局就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 广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 军事策板工作和各种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 天津战役是攻城战 是最难的战役形势之一 要想迅速的攻下天津 核心就在于摧毁国民党守军的城防攻势 因此获取完整的城防图是重中之重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地下党组织通过多条线索组织党员投入战斗 据部完全统计 为了获取天津陈防图和唐古陈防图 有20多名地下党员参与其中 他们机敏干涅 舍身忘死 周旋云的确之中 前线总指挥刘亚楼下令总攻天津时 手里就拿着天津守敌极其详尽的城防图 这是中共天津工委地下党员麦玄坤张克成 从守敌心脏巧取而来的 麦玄坤和张克成 分别在国民党天津城防购筑委员会 和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任职 在接到天津工委的指示后 他们立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着手工作 麦玄坤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支点 从各个工程段把原来保存的零散图纸 一份一份收集起来 又把它们拼接在一起 再按比例大小 最终绘制成了一张完整的天津城防图 经天津工委送到国阵 再由城工部转给平津前线司令部 张克成则利用工程师外出之机 将城防攻势图悄悄地拿回了家 用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 将全图一点一点地描绘下来 然后缝进了棉裤里 派自己的妹妹送给平津地下学委书记黎智 再由黎智送交围城的解放军 陛下党员曾长宁 也趁唐姑防守司令崔亚雄 带他家与他父亲增援一谈话的机会 悄悄从崔亚雄的公文包里 将唐姑驻军和城防图取出复制了一份 交给了天津工委 因此在天津前线司令部里 不但早已有李切仁从侯敬竹那儿得到的整个城防部署情况 还有了更具体准确的所有城防攻势图 解放天津 总攻开始 战斗发起之后 仅仅29个小时 天津就被攻克 全监守敌13万人 国民党天津守军总指挥陈昌杰被火中 天津城在战争洗礼之后 依然保持完好 所以天津老百姓兴奋的说 解放军的炮就像长到眼睛一样 指那打哪 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龙 在回忆战亚往事的时候说 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在天津战役开始前 我们拿到一张强细的敌人陈方图 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 敌人在哪 碉堡在哪 天津周围的情况等等 了如之长 这样仗就好打了 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弹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副作义的和谈态度 天津一倍攻克 北平二十余万国民党军就已经陷入完全被围的绝境之中 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 解放军都更有主动权 而副作义则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了 此时的北平城却并不平静 1月18日 为了阻止和平运动进城 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的住宅突然被炸 这是蒋介石亲自交代给军统北平站站长王普辰的任务 飞贼段云鹏经踩点侦察后 在和宅屋顶上安放了两位墙内战役 于凌晨三时引爆 一死四伤 挤下了蒋介石破坏和他的血证 强忍伤其失语之痛的何思源 依然同各界代表一起坚持出城谈判 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态 要求和平解放北平 1949年1月22日 严佑文在中山公园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一个月之后 傅作义到西百坡 拜会毛泽东 严佑文 随行 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来到了傅作义的住处 看望他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 就向毛泽东说 我有罪 毛泽东说 你办了一件大好事 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随后呢 又有人引荐了傅作义身后的严佑文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严佑文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除了知道严佑文身份的几位中共高层领导 和严佑文自己之外 没有人能听出这句话的意义双关 从西百坡返回北平后 傅作义精神大振 积极配合部队改编 和促成随远和平解放 他还让严佑文替他起草了一份 震撼整个国民党营垒的通电 表示要完全站到共产党和人民立场上 这份和平宣言发布于1949年的4月1日 实质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召开 副作义的宣言在会上宣读后 全场掌声雷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均战役 以堪称中共情报工作的巅峰之作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 在政治上团结和争取敌战城市各阶层的人民 对敌军上下施加全面影响 彻底瓦解敌军的斗志 北平方式才能在关键时刻刮暑地落 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 四川 云南 新疆等地 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她是民国三大才女之一 曾赢得民族之气的称号 她是忠诚的革命战士 她是杰出的红色间谍 然而她却被古汉奸骂名数十载 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走进一位传奇的女性 白战经典系统节目二战时若是一年